嗨大家好欢迎回来 上一次跟大家带来JM工作室D Plus这款9公升的机壳 上一次跟大家带来的是一槽的显示卡加92mini线高 但当时是用SI100这个很高的下吹散热改薄善用的 那我们这一次呢从一槽变成了两槽 散热器变成70mini高的L12 那一切都看起来蛮合理的 不过我这次想要验证一个概念就是把所有的风扇都拆掉 那我只留下顶部的这两颗风扇抽风 然后把所有的进气孔都用胶带贴死 只留下散热器外面的这个BDN来去做进气 那当然我要这样做都要先从这张4-70i开始 打开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均热板 接着呢把小4 pin的插头换成常规风扇做备用 散热器的本体呢本身就有两个槽 那等等装上去试看看这样 CPU的散热器是L12 但因为现在12代主机板它的散热片都普遍的偏高 因此风扇的位置基本上是无法安装的 只能装散热片 只要不是面对散热片的地方通通都用胶带封起来 确保所有的冷空气一定会先有这两个东西的引导再进去散热片 那后面呢也是贴满了胶带 确保所有的冷空气都会先碰到散热片 那我们就老样子来看一下13900K跟4070Ti的双烤会是如何 来看看这个两颗15mini的薄扇它的潜力这样子 结果呢在半个小时的双烤下 CPU的功率一路从280W下降到125W左右 GPU呢也是超过了100度 一路从285W下降到270W 虽然说顶部的风扇也还是很静折的在排出热风 但你可以看到整体的硬件温度算是高了非常多 那我认为呢这个原因可能是Mesh的侧板跟散热器的本体的本身结构 就会损失非常多的风压 所以你也比不上直接风扇在散热器旁边的效果 因此如果后续想要玩无风扇的测试的话 这个功率可能是要下降非常多的 那总结呢这个9公升的小机壳 在双槽的做法下可能还是要找常规双槽的显卡 散热器用像大手三这种比较正统的做法 那我这种结门外道呢可能就不是那么好 那4090这种更厚一点的卡 可能就要用S47这种更低的散热器才可以使用 虽然说我这个4070Ti把功率下调一点或许还可以用 毕竟4070跟RTX4000 AIDA GENERATION 都是用这一颗AD104的晶片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怀念我之前 组过那一台没有风扇的电脑主机 那如果大家觉得这样子可以有什么尝试的话 那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拜拜 拜拜